断舌梨本身是一个日式收纳 衍生出的概念 它当位面积很小 日本的房间和国土面积 太过狭窄 确实没地方放 但日式断舌梨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标准是精美化 并不是说100件粗糙的商品 扔掉90件就是断舌梨 是要把100件粗糙 换成10件最精致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 背后还有艺术审美 还有这种淘汰背后 留的那个部分的 那个判断标准 断舌梨再往下一层讲的是 如果内心圆满了 我们不需要外在那么多物质 来填补自己内心 它最后讲的是 通过对物品的舍弃 回到自己内心的那种平衡 那种圆润